一模一样,一看就知道,一样一样的,看到她的人就看到她了。 2012年,江苏省干余县发生了一件怪事,何家庄村40岁的中年妇女何自彩,与隔壁二高庄村12岁的小姑娘小静,两人明明非亲非故,素未谋面,但任谁看了都会感叹一句两人就跟一个母子刻出来的一样。 还有不少人怀疑过她俩就是亲母女,没曾想,村民们茶余饭后的随意闲聊,却在何子彩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,因为她曾有过一个刚出生便夭折的女儿,孩子如果活下来,如今正好12岁。 相同的年龄,相同的性别,如出一折的长相,这究竟是巧合,还是另有隐情呢?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为您申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。 姐姐,你那年生的小丫头没死。 2012年3月的一天,何自彩的妹妹突然给她打了一通电话,一开口就是这么一句,把何自彩搞得一头雾水,起初何自彩觉得妹妹莫名其妙,大白天说胡话,但随着妹妹将详细情况娓娓道来,她也逐渐陷入了震惊与怀疑之中,原来当天,何自彩的妹妹正在邻村吃喜宴,期间一个村民上前找她搭话。 你姐家有个小丫头给人家了? 没有啊,我三姐家有个小丫头,识得人家的,跟你姐长得一模一样。 有多大岁数了吗? 12、3岁,大家都知道,聊八卦是人类的本能,这村子里,三姑六婆,七嘴八舌的,向里相亲只要往那一凑,自然会动家长西家短的唠嗑,毕竟姐姐何自彩,从来没有遗弃或送养过孩子。 所以,妹妹当时也没太在意,就当做个普通话题,跟对方一边吃一边聊,直到下席之后,那个夭折的小侄女从记忆中冒出来。 她才越想越不对劲,连忙给姐姐打了电话,得知情况后,何自彩的心久久无法平静,她的思绪也随之拉回到多年以前。 那是2000年端午节前后,何自彩独自在邻村的小诊所生下的一个女婴,只可惜,由于她在怀孕期间承受了太多压力,情绪焦虑,过度劳累,营养不良,怀胎八月便早产了,导致孩子在肚子里就没了胎心,生下来就是个死胎,丧女之痛让何自彩痛不欲生。 她甚至没有勇气,亲眼看一眼女儿,便拖着产后雷弱的身体,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 至于孩子的遗体,则被何自彩委托给了接生婆朱广花处理,12年以来,何自彩从未怀疑过女儿的死,但当她听说邻村有个被捡来的小姑娘,长得和自己极其相像时,何自彩的内心还是不由自主地泛起了一股期待,难道那个小姑娘真的与自己有关? 在莫名力量的驱使之下,何自彩第二天就赶到了二高庄村,四处找人打听,我问你个事儿,姓李,一个老妈妈领着他孙子,也不知是孙女在大路上。 何自彩怎么都没想到,在自己对对方的名字住之一无所知,仅仅知道那户人家姓李,家里有个老婆婆的情况下,竟然连问题都没问完,便不费吹灰之力地获得了小静的消息。 那天在二高庄村,几乎每一个跟何自彩打了照面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对他说,你跟村长家的外孙女小静长得真是一样一样的,看到你就像看到了他。 一个热心肠的村民还专门领着何自彩去了小静就读的小学门口,而在远远看到小静的第一眼,何自彩犹如遭受晴天霹雳一般,整个人瞬间都梦了,他彻彻底底感受到了耳听为虚,眼见为实的威力,小静真的就是一个缩小版的自己,尤其是眉毛跟大女儿的,简直像复制粘贴一样。 尽管何自彩的丈夫孙强才再三表示,天底下相像的人太多了,因为长得像,就说是自己的女儿还活着,未免太过荒唐,但潜意识却告诉何自彩,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。 也必须把这件事搞明白,此后几天里,经过一番深入打听,何自彩得知一个令他瞠目结舌的线索, 二高庄村村长李大良的老婆朱广叶,也就是小静的养外婆,竟然是接生婆朱广花的亲生姐姐。 与此同时,在记者的协助之下,何自彩也从朱广叶口中得知,小静是对方于2000年端午节前后在村口路边捡来的, 把所有线索联系到一起后,何自彩是彻底崩溃了,不知道以上这段关系,大家是否感到眼熟,历史文社之前就讲过一起孩子死而复生的事件。 一个叫做张彩虹的江苏女子,她在1993年生下儿子后,还没来得及见上儿子一面,孩子就被表哥表嫂,以先天残疾为由抱走一气,没过几天便夭折了, 直到17年后,张彩虹偶然见到一个长得酷似前夫的男孩,她才调查得知,当年是表哥表嫂撒谎偷走了儿子,将其抱给了表嫂不能生育的亲妹妹,这两起事件是不是如出一辙? 而这种惊人巧合,无疑是在表明,12年之前,真的很可能是朱广叶朱广花梁姐妹狼狈为奸,设计偷走了何自彩的孩子。 需要注意的是,同年5月30日的DNA亲自鉴定结果也表明,何自彩,孙强才的确就是小静的亲生父母,不生完小孩第三天吗,我感激跟他面对面碰见了。 他就说,你生的小孩死了,我包着小棉袄撂在和颜上了,你要不相信自己到和颜上望望? 时至今日,回忆起那时的场景,何自彩都悲愤不已,他斩钉截铁地表示,孩子的死一定是朱广花设下的阴谋,如果不是故意欺骗,为什么生完孩子第三天见面时,朱广花还特意跟自己强调,孩子已经死了,被他丢了。 而这12年间,他们见过那么多次,朱广花也从未透露过半点孩子没死的消息,这不是刻意隐瞒是什么。 看到这里,或许有人会觉得何自彩是在推卸责任,毕竟,当年哪怕他看了孩子一眼,都能发现孩子没死的事实,可他却直接把孩子丢给了接生婆。 连亲手把孩子下葬都没想过,可见何自彩对这个女儿并不上心,可事实上,这并不能责怪何自彩,因为他当时的处境实在太过艰难。 2000年初,孙强才因醉酒闹事打伤人,被判处劳教一年,丈夫入狱时,何自彩已经怀孕三个月了,由于爸爸妈妈,公公婆婆都不在身边,也没个可帮衬的人。 何自彩不得不挺着大肚子,一天天从白忙到黑,他不仅要下地干活,操吃家务,还得照顾年仅11岁的大女儿,生活极其艰苦,上大医院里边,180块钱可能还不够,家里边3050就可以了。 因为没钱,为了省下本就微薄的积蓄,就连羊水破了,疼得满头大汗,何自彩都是自己一个人蹬着自行车,咬牙赶到邻村诊所,找朱广花接生的女儿夭折了,他也伤心,难过,悲痛欲绝,可死而不能复生,他再怎么垂胸顿足,痛哭流涕,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 再说,何自彩根本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去哭泣,去悼念,家里,田间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自己做,也不能让大女儿独自一人待在家,怀孕时,何自彩没人照顾,每天都疲于奔命,生产后,何自彩也没能坐月子,好好调理身体。 而是依旧忙于应对捉襟见肘的生活,否则,他也不会在生产两天后变上了街,这么多年来,每当想起夭折的女儿时,何自彩,孙强财夫妻俩都是满心愧疚,如果不是他们太穷,没本事,孩子说不定就不会,还没来得及看这个世界,一眼便赴死胎中了,两人怎么都没想到。 这道客在心底十二年之久的伤疤,竟然是人为造成的,那么,小静夭折的真相,真就如何自彩认定的那样,是朱广业,朱广花姐妹俩故意而为吗? 面对孩子被偷走的残酷现实,何自彩? 孙强财夫妇的内心可谓五味杂陈,自责,难过,愤怒,怨恨,以及失而复得的庆幸,各种情绪缠绕在心头,怎么办合理? 怎么才能把孩子安安稳稳给俺要回来? 为了要回小静,何自彩和孙强财于2012年4月选择了报警。 而干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在确定三人亲子关系成立后,也正式立案侦查,随着警方的介入,何自彩此前怎么都联系不上的朱广花终于露了面,然而令所有人震惊的是,朱广花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,何自彩生完后,这个小女孩不哭,我就在家里帮小女孩挂掉针。 小孩挂完掉针,何自彩和我说小孩搁你家吧,接着就走了。 我带小女孩去门合和西岩性警的一个医生家,之后就在这里挂掉针,挂氧气,我一天一趟地跑,总共挂了七天。 第五天的那天,何自彩的妹妹上俺家找我,我让她把小孩抱走,何自彩的妹妹说哥这儿吧,然后她就走了。 在朱广花讲述的版本里,小静出生时没有哭,非常虚弱,但的确还活着,而朱广花也从未说过任何有关孩子夭折的话,相反,是何自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,不想要这个女儿,直接把小静丢在了这里,眼看着何自彩。 何自彩的妹妹双双拒绝带孩子回家,似乎是决定让孩子自生自灭,朱广花实在于心不忍,带孩子去看了更专业的儿科医生。 试图挽救小静的生命,只可惜,经过七天的治疗,孩子始终不见好转,仍然处于危险状态,朱广花没办法把所有的时间,精力,金钱都花在治疗别人的孩子上,最终选择了放弃,而随后朱广叶的讲述,似乎也印证了朱广花的说法,谁知道撂哪了。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筐子,根据朱广叶的回忆,那天他带着自己的女儿去妹妹那儿看病,结果在屋角的一个篮子里,意外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小静,作为三女异子,四个孩子的母亲,朱广叶没办法对这么一个可怜的小婴儿视若无睹。 母性使然之下,朱广叶毅然决然地把孩子抱回了家,我伸手瞅瞅,好像还动呢,头还动。 我就寻思抱着,准备上门盒看,那里看小孩是出了名的。 朱广叶把小静送进了专门的儿科诊所,整整输了二十八天夜,才终于把孩子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,之后,秉承着抱回来了就得负责的态度,朱广叶便把小静接回了自己家抚养长大。 由于自己和小静的年龄差太大,朱广叶特意把小静记在了自己大女儿名下,同时为了防止乡亲们追问不休。 传出些风言风语,朱广叶对外只说,小静是在村口路边捡来的,这十二年间,朱广叶一家对小静是疼爱有加,事如己出,平日里,小静就跟着外公外婆,李大良和朱广叶住在二高庄村里,不过每逢周末,朱广叶的大女儿都会把小静接到镇子上,以避免孩子缺失母爱。 就连邻居们都纷纷证实,朱广叶一家对小静特别好,比对亲生孩子还要好,就这样,这起事件陷入了罗生门之中,这边何自采坚称,当年是朱广叶亲口告诉自己,孩子一出生就死了,自己才在悲痛之下离开,而且关于孩子没死的事实,朱广叶刻意隐瞒了自己十二年,那边朱广叶和朱广叶则表示,是何自采自己抛弃了孩子,他们出于同情,才艰难把孩子救活, 并将其养大成人,调查过程中,双方各执一词,相互谴责,谁也不肯退让半步,由于时间过去太久。 就治小静的那间儿科诊所的医生,对朱广叶姐妹毫无印象,双方又都没有其他人证可以证明,这就导致局面僵持不下。 当然,无论夭折说和仪器说究竟哪个才是真相,悲剧都已经发生了,现在最关键的还是小静的想法,之前为了防止小静情绪过激,大家一直都刻意隐瞒着,连亲子鉴定的血液样本都是以体检为由抽取的,但小静终归是需要知道真相的。 于是在6月7日下午,警方组织了一场全面的协调会,委婉地为小静揭开了他的真实身事。 起初,小静难以接受残酷的真相,对何自财,孙强才明显存在抵触,但经过民警两个小时的协调安慰,看着亲生父母悲伤哭泣的模样,小静还是心软了,当天晚上,小静就回到了家里认亲,但之后,小静是选择留在养父母家,回到亲生父母身边,还是当作拥有了两个家,就不得而知了。 这起事件无疑十分特殊,关于12年前的真相,真的很难有个定论,单从何自财仅听说有个孩子长得像自己,便千方百计前去求证,就能看出他一直牵挂着夭折的女儿。 不像是会抛弃孩子的人,可同时,与何自财无冤无仇,没有靠孩子获取金钱利益,甚至于自己子女双全的朱广业,似乎也没有理由联合朱广花偷别人的孩子,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